金属棒 对不对 刚才我说了 起电机金属棒跟风车之间的建立联系呢 接下来我需要 将金属棒跟起电机 进行联系 我们需要用的道具是铜丝 好,接下来有请威哥帮助我完成这个实验 来,有请威哥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威哥来将它固定在金属棒上 现在大家可以集思广义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都知道 风 是可以 发电的 对吧 现在我们是要逆推 电 好 大家想一想 好,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支架 放上空车 好 进去之后 现在我们请威哥摇动 转弹 哎 风车在左右摇摆 但是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转动哦 没有 看到没有,风车转起来了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有了 有了,它就不转了 看到没有 看来 第一手棒是可以产生光荡 简单小件是借助 起电机 摩擦升电 之后可以有风 让风车转动 但是大家盯着看哈 这个风到底有多大呢 因为这个小风车的确是很运转哈 这个风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进一步验证 我们再换一个小道具 点一根蜡烛 嗯 吹灭蜡烛的风 是不是比风车转动的风 要更大一点 嗯 对吧 风车你轻轻的给一口 它就会动 蜡烛你需要 给大量的风 让它灭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为了验证这个金属棒 到底能有多大的风呢 我们现在换一个小道具 来看看蜡烛能不能被金属棒吹灭 叔叔 我看你盯着看 看了半天了 有风 你在思考什么 我在思考它是什么原理 反正不管是什么原理 我知道结果 只是我要翻过去了 反正结果已经 对 到目前为止 对啊 它是有风的 但是它这个原理 我们现在换一个蜡烛 点燃它 继续通过摇动 活擦声电之后 看这个电产生的风 能不能吹灭 火焰 好 来 1 2 3 震动 转盘 来看一下 能不能吹灭了 甚至已经吹灭了 可以说是风还蛮慢 好 哇 看 成功的吹灭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看到那个蜡烛的火焰 在慢慢地往这边飘 随着转速的加快 最后蜡烛火焰被吹灭 所以这个风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它已经足够吹灭这个蜡烛的火焰了 也就证明这个金属棒的确是可以产生风的 对吧 对 好 谢谢 掌声 谢谢威哥 谢谢 好 周福想了半天 也看了半天 一直在研究它的原理 有没有想出来 我就想刚才那蜡烛灭的时候应该许个愿 哈哈哈哈 但是我确实实还是不明白 它这个怎么会就把那个蜡给吹灭了 就是怎么样 这个垫有风的存在 对 实际上就离一个过程 像打出电花这都太正常一件事情 对 但是这个有风 我觉得它是怎么转变出来 那基础棒的特点是什么 导 导电 基础棒 除了导电之外 它的特点是什么 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 它有尖 哈哈 你别笑 你说对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道具 金属棒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桶 是尖的 所以今天我们演示的这个实验 它的现象叫做尖端放电 当一个导体带电之后 这个电荷并不是会均匀地分布在导体上的 它会聚集在突起或者是尖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基础棒的尖端会聚集大量的电荷 而空气当中我们知道也是有电荷存在的 空气中的电荷会跟尖端聚集的大量电荷 同性相赤异性相吸 吸引的部分会让尖端的中围空气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风 这个在物理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电风 所以这个风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已经足够带着风车 引起吹灭这个小小的蜡烛 因为手是我们身体的尖端 电荷会在这个地方聚集去把电荷变化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场景 那就是当我们用手去开金属门把 碰到的瞬间 啪 变着了 为什么 因为手是我们身体的尖端 电荷会在这个地方聚集去碰到金属门把 还有一个看到这个大家应该会想到尖端放电 在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 很多建筑物都会装叫什么 避雷针 对避雷针也是因为这个原理用来保护建筑的 虽然可能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 我们今天这个只是物理上的一个小实验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很多这样的小实验 让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喜欢物理化学实验的大人们都知道 实际上科学是非常有趣的 并且还有以此类推了很多一些可以解释的一些 所有的科学实验在生活当中都是有弱点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好 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网友说 金属棒也可以产生风 这个说法是 真的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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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